公元1092年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发起前的四年 强大的塞尔柱帝国 在苏丹马利克杀死后 陷入无休止的内战之中 不论是皇亲国戚 还是敌方豪强 彼此攻伐打得不可开交 即使十字军在1097年 踏入自己的地盘 也丝毫不能让他们停手 一致对外 塞尔柱苏丹之位 在马利克杀的儿子和孙子间反复异手 伴随着最高权力的频繁更迭 军阀四起 帝国变得四分五裂 当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开始时 塞尔柱帝国经过长时间的军阀兼臂战争 形成了四股主要的势力 帝国东部以胡罗山地区为中心 由马利克杀的儿子苏丹桑贾尔所控制 中部的波斯 伊拉克 以及北面的阿塞拜疆地区 则由马利克杀的孙子 苏丹马哈茂德掌握 而在更西面 土库曼阿尔图克家族 所建立的阿尔图克王朝 控制着从亚美尼亚南部 到叙利亚北部的大片土地 再往南 则是大马什格统治者 托格特金的地盘 除此之外 1096年第一次的十字军东征成功后 所建立起来的十字军国家 经过两代人近30年的发展经营 在地中海东岸建立起稳固的统治 现在随着塞尔柱帝国内部的形势 越来越趋于稳定 十字军国家的君主们 渐渐感觉在与突厥人的对抗中 有些力不从心了 不仅阿尔图克王朝统治者伊尔加奇 在1119年的雪地之战中 斩杀亲王罗杰 重创安条克公国 甚至 1123年 耶路撒冷国王 鲍德温二世和艾德萨伯爵约瑟琳 还被伊尔加奇侄子 也是其继承者之一的巴拉克所俘获 四个十字军国家 有三个处于无主状态 看来这日子是没法过了 但是呢 老天还是给了十字军国家一次机会 在上一期关于十字军的视频里 我们说到 约瑟琳越于成功逃跑了 但是 老倒霉蛋鲍德温二世越于失败 被囚禁在了哈兰 本来鲍德温以为自己这下半辈子 注定要在监狱中渡过了 因为 巴拉克这人不贪小利 致力于团结叙利亚的穆斯林 把基督徒们驱赶出黎凡特地区 不过 1124年 这位至存高远的塞尔州统治者 在一次镇压内部叛乱的过程中 意外去世了 他的继承人 也是自己的堂兄弟弟姆塔什 对于穆斯林圣战并没有什么兴趣 他把全部的精力 都放在与兄弟们 争夺父亲伊尔加奇的遗产上面 因此 对于关押在哈兰的鲍德温 他更愿意用其换取一笔不菲的赎金 而非作为战略筹码 自然 当年8月 在耶路撒冷王国支付了一笔赎金后 鲍德温被释放了 重获自由的鲍德温 意识到阿尔徒格王朝内部的分裂 于是 他整合了安条克和埃德萨的军队 并且联合了布满蒂姆塔什统治的贝都英人 围攻阿勒泊 准备一举拿下这座中东大臣 阿勒泊的穆斯林立刻向远在马尔丁的蒂姆塔什求援 可是 蒂姆塔什对于阿勒泊的遭遇丝毫不在意 因为 他的兄弟苏莱曼快要死了 他正时刻准备去抢夺苏莱曼的遗产 失望至极的阿勒泊使者 跑去了摩苏尔 去寻求其他穆斯林的帮助 此时 因在1115年被安条克大败而被贬值的布尔夫奇 获得了新苏丹马哈默德的信任 再次成为了摩苏尔的统治者 看到阿勒泊人的球员 布尔夫奇意识到 这正是进军叙利亚重新树立塞亚柱苏丹权威的好时候 于是 他立刻率领军队前往救援阿勒泊 并以苏丹的名义 召集霍姆斯 大马士革的统治者们帮助他 这是在前任苏丹 穆罕默德于1118年去世后 塞尔朱帝国中央军第一次进入叙利亚 现在 割据在叙利亚地区的塞尔朱军阀们 已经深刻认识到十字军国家的威胁 这次 他们没有像之前几次一样 从中作梗 纷纷带领自家军队加入了布尔夫奇的队伍 贝都英人自知不是塞尔朱联军的对手 并率领部族前往东部 而鲍德温在盟友离开后 无母难知 只好撤军回到了耶路撒冷 1125年3月 布尔夫奇进入了阿拉波 将该城市从半独立的阿尔图格王朝手中夺走 置于自己的保护下 也将几十年来 长期处于割据状态的叙利亚地区 纳入苏丹的统治 很快 被布尔夫奇团结起来的穆斯林 立刻发动了对十字军国家的反击 5月 在布尔夫奇的指挥下 塞尔朱联军攻入了安条克公国 夺取了公国南部门户卡法塔布 之后 向北攻击埃德法伯国治下的阿扎斯 鲍德温只好带着1100名骑兵和2000名步兵 在阿扎斯郊外与布尔夫奇激战 最终 鲍德温凭借麾下西欧骑士装备和训练度上的优势 一烧打多击溃了布尔夫奇 塞尔朱联军在阵亡了1000人后撤退了 经过阿扎斯一战 布尔夫奇明白 法兰克人的实力仍然强大 而鲍德温也知道 继续在阿拉伯纠缠没有什么意义 于是 双方签订了休战条约 划定边界 布尔夫奇在留下儿子马苏德 镇属阿拉伯后便返回了摩苏尔 而鲍德温也回到了耶路撒冷 既然北方的形势趋于稳固 鲍德温觉得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撬打下隔壁的托格特金好了 1126年1月 耶路撒冷军队越界直逼大马什格而来 托格特金率军在离大马什格仅30公里的地方迎战 这次的战斗可谓一波三折 其初 托格特金意外坠马 他的军队已为他阵亡了 开始溃散 而后 疯狂追击敌人的耶路撒冷骑兵 与自己的步兵脱节 导致反应过来的大马什格骑兵 回头击溃了鲍德温的步兵 还洗劫了耶路撒冷大营 最后 耶路撒冷的骑兵返回 最终击退了大马什格军队 结束了战斗 虽然托格特金被击败 但考虑到自己的损失也不小 鲍德温只好撤回了耶路撒冷 此后的几个月时间 十字军国家与塞尔柱和法蒂马 爆发了一系列小冲突 但总体态势没有改变 到了九月 鲍德温惊喜地发现 自己不用再兼顾安条克公国的事务了 因为安条克公国的继承人 18岁的塔兰托亲王薄西邦德二世 放弃了自己在意大利的土地 来到叙利亚 接管了其父亲所建立的公国 据记载 其身材高挑 外表俊朗 气质优雅 堪称绝世美少年 鲍德温亲自去了安条克 迎接这位年轻的亲王归来 便将自己的二女儿爱丽丝嫁给了他 很快 人们就发现 这位英俊的年轻人 与他的父亲和欧特维亚家族的其他人一样 极富野心和冒险精神 在其刚上任不久 薄西蒙德二世却从穆斯林手中 将卡发塔布夺了回来 虽然小薄西蒙德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但是 鲍德温二世还是准备在安条克待上一段时间 因为他担心穆斯林会趁着安条克新主上位发动攻击 可没多久 鲍德温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了 因为布尔苏奇在摩斯尔被哈萨金刺杀了 11月23日晚上 布尔苏奇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梦中有几只恶犬在不停地撕咬他 他在醒来后向旁人讲述了这个梦 他的手下听完后告诉他这是大凶之兆 劝其这几天千万不要出门 但是 布尔苏奇却不以为意 坚持要参加25日周五的礼拜 结果到了那天 他在独自地前往清真寺的路上 遭遇到了十几名刺客的围攻 尽管他击伤了三人 但还是寡不敌众被杀死了 布尔苏奇遇死后 他的儿子马苏德返回了摩斯尔 在苏丹的认可下 接替了父亲的职位 他比其父亲野心更大 地图统一整个叙利亚 割据在大马什格的托克特金 自然变成了头号敌人 但是 在马苏德执政仅仅几个月后 1127年的某一天 他在出征大马什格的路上 意外的病死了 结果 布尔苏奇所征服的土地 在此陷入全力真空带来的混乱之中 叙利亚和摩斯尔陷入军阀内战 穆斯林好不容易团结在一起的局面 再次消失了 鲍德温听到布尔苏奇父子 双双与命的消息 可是做梦都要笑醒了 简直是上帝保佑 他开心地返回了耶路撒冷 然后期望薄西蒙德和约瑟林 可以趁着混乱 一举拿下阿拉波 然而 让鲍德温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二人居然在这种时候内讧 原来 约瑟林的妻子是原安条克亲王罗杰的妹妹 罗杰将本来属于安条克管辖的阿扎兹 当作嫁妆送给了约瑟林 可是现在 鲍德温二世翻脸不认账 他认为 罗杰只是摄政 没权利处置安条克的土地 要求约瑟林把阿扎兹还给他 结果 约瑟林不但不愿归还 还找了一帮透绝佣兵 洗劫了安条克的城镇 双方大打出手 消息传到了耶路撒冷 报的温二世大发雷霆 1128年初 他匆匆北上调停了双方的冲突 但是现在 一切都迟了 他们失去了夺取阿勒泊的最佳 也是最后的时机 因为伊斯兰世界 迎来了一位强人的登场 让我们把时间回到1126年 在塞尔著帝国内 巴格达的阿巴斯哈里发 穆斯塔西德 不愿继续忍受塞尔著人的促用统治 准备利用塞尔著帝国分裂的局面 独立出来 重建阿巴斯王朝的辉煌 驻巴格达的塞尔著官员 在发现穆斯塔西德的野心后 害怕遭遇不测 在7月底 连夜逃亡伊斯兰海 向马哈茂德 汇报哈里发要造反的消息 马哈茂德随即召集人马 准备前往巴格达 兴施问罪 听闻丰盛的穆斯塔西德 马上派人告诉苏丹 如今 伊拉克地区 因为东迁的费毒因人作乱 赤野千里 民不聊生 他率领大军前来 可能会增加当地的粮食负担 所以 劝马哈茂德暂时先返回伊斯兰海 等到伊拉克情况变好以后 再来也不迟 这种说辞 明眼人都看出来是心虚的表现 马哈茂德听后 不但没有让军队返回 反而快马加鞭 带领军队前进 眼看自己的计划暴露 穆斯塔西德索性 来了个伊库阿闹三商调 带领全家老小 在11月离开了巴格达 向往约旦地区 以示抗议 历史上 身为迅宁派宗教领袖的哈里发 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巴格达 现在 表面上看 是马哈茂德 逼迫哈里发离开的 这一情形 让马哈茂德 在娱润上非常被动 于是 马哈茂德赶紧派人 去和穆斯塔西德和解 并邀请其返回巴格达 哪知道 穆斯塔西德跟彼此上脸了 坚持要求苏丹离开伊拉克 否则自己就不回去 马哈茂德这人吃软不吃硬 既然这样 你这哈里发不要也发 他命令巴什拉的统治者 41岁的赞基 带兵进攻巴格达东南方的瓦西特省 扫除苏丹前往巴格达路上的阻碍 赞基不负苏丹的委托 轻松攻破了该地区 屠杀了哈里发的军队 1127年1月6日 马哈茂德的军队畅通无阻 抵达了巴格达城外 穆斯塔西德安排人关闭城门 并呼吁民众 抢劫和焚烧 飞入官员的房屋 紧接着 穆斯塔西德又煽动信徒 组织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 亲自前往与马哈茂德正面对抗 这时候 赞基又受到了马哈茂德 请求增援的命令 立刻带着巴什拉军队 沿着迪格里斯河数路并进 他的军队持枪狐力 兴起奠击 三观者无不惊叹塞尔柱 竟有此威武之师 当苏丹马哈茂德 看到赞基带来的军队时 也叹为官职 自己上下竟有如此神人 有了赞基的帮助 马哈茂德准备用武力 强行控制巴格达 穆斯塔西德看到苏丹 是真的同自己撕破脸了 要再不弹劾 等陈县之时 自己这个话里发之位 怕是也保不住了 于是 4月19日 穆斯塔西德与马哈茂德讲和 同意不再作乱 马哈茂德在收到一笔 不菲的赔偿后 返回了一丝发害 在这场评判中 之前一直在地方上 默默无闻的赞基 因为其优秀的表现 赢得了马哈茂德的青睐 显然 巴什拉这个小地方 太埋没这位人才了 马哈茂德将主要负责 看管哈里发的伊拉克总督 这样重要的职位授予了他 人到中年赞基 突然发迹 从一个地基市的市长 升为了神长 而这只是他传奇生涯的开始 就在马哈茂德 班师回朝没多久 摩斯多尔·埃密尔·马斯德病死 以及继承者不合的消息 就传到了伊斯法汉 马斯德手下那些领主 吵归吵 闹归闹 但还是很能分得清大义的 他们知道 自己人这样内斗下去 终会给十字军国家 占了便宜 所以 他们派人来见马哈茂德 希望苏丹出来 主持大局 马哈茂德和群臣们讨论了很久 最终决定由赞基去解决摩斯尔的问题 1127年9月 赞基带着苏丹的任命状 进入了摩斯尔 全面掌管事务 他的管理策略 相当简单 却有效 对于听话的领主 给予后报 而对于不听话闹事的 则格杀勿论 很快 摩斯尔地区的混乱 就被解决了 稳定住摩斯尔后 赞基准备重新征服叙利亚的计划 他首先带兵攻占了 由蒂姆塔什 控制的交通要道 尼西比斯 然后向哈兰前进 哈兰原先由阿尔图格王朝控制 但现在 由于阿尔图格家的儿子们 只专注于内斗 作为与基督徒对抗的前线 这里无疑是个烫手山域 于是 哈兰变成了三不管地带 饱受埃德萨的威胁 因此 哈兰的穆斯林 一看到赞基的到来 就立刻打开城门 效忠于他 在获得哈兰之后 赞基计划 下一步攻去阿拉坡 恰巧此时 埃德萨伯爵约瑟琳 正与安条克的薄西蒙德 闹得不愉快 为了防止隔壁的埃德萨伯国 趁他前往阿拉坡的时候 在背后搞偷袭 赞基就趁着这个机会 与约瑟琳达成了一份 互不侵犯协议 放心大胆地准备 收服叙利亚的工作 1128年1月 赞基带军进入了阿拉坡 在初上闹市的领主后 其他附近的大小领主 或近期威名 或社区力量 都臣服于了他 叙利亚北部 近归赞基之首 到这里 耶路撒冷国王 报德温二世 最不愿看到的情况出现了 叙利亚地区 又出现了一位 穆斯林强人控制住了局面 不论是此前的 叶尔加琪 巴拉克 还是布尔苏琪 他们都给十字军国家 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当然 新到来的赞基 也绝对不适合擅长 报德温二世 正想狠狠地 揣薄西蒙德和约瑟琳 这两个猪队友一脚 他们对于赞基的迅猛扩张 完全没有战略上 应有的预见和警惕 眼看北方已无出路 报德温返回了耶路撒冷 正好 大马师哥的统治者 托格特金 在1128年去世了 他准备抓住最后的机会 趁着赞基的手 还没伸过来之前 拿下大马师哥 但在这之前 他还要处理一下 继承人的问题 此时 报德温已经50多岁了 他妻下无子 只有四个女儿 二女儿爱丽丝 已经嫁给了薄西蒙德 而三女儿和小女儿 还是个孩子 那么最合适的 就是为大女儿 梅丽桑德 找个靠谱的夫婿 来继承自己的王国 报德温和群臣们商量过后 决定派人返回法国 让国王路易六世 从他治下的贵族中 挑选一个合适的人 最后 路易选中了艾如伯爵 40岁的官夫 富尔克武士 作为耶路撒冷王国的兴趣 富尔克早年间 就积极参与十字军 支援耶路撒冷的活动 并与圣殿骑士团 关系紧密 是骑士团在西欧的支持者之一 他本人自然也十分愿意 去往耶路撒冷 而鲍德温 对这个大龄女婿 也十分满意 且不谈富尔克的年龄 和政治经验 其本人作为法兰西国内 最强大的封建主之一 名望出众 足以压制耶路撒冷国内的贵族 就这样 1129年初 富尔克将自己的领地 送给了儿子若福鲁瓦后 在5月底到达了耶路撒冷 并与梅利桑德成婚 巧的是 富尔克刚到没多久 征服大马士哥的绝佳时机 就来了 托格特金的儿子 也是继承人布里 十分厌恶被父亲 一直保护的哈萨辛组织 1129年9月 布里下令 在大马士哥城内 大肆不杀刺客 之前被托格特金 安排在巴尼亚斯 书边的哈萨辛们 在听闻大马士哥 发生的惨案后 立刻将恶守 戈兰高地的这座城堡 陷于鲍德温 寻求耶路撒冷的庇护 于是11月 鲍德温和女婿富尔克 带着圣殿骑士团 和耶路撒冷的军队北上 在大马士哥南郊 大白不理 眼前的城市唾手可得 但是 11月底 大马士哥的上空 天降暴雨 干燥的地面 变成了泥潭 在这种情况下 人马前行都困难 更别提功臣了 鲍德温 只得信心地下令撤军 丧失了夺取 大马士哥的绝佳机会 十字军国家的历史幸运期 终待12世纪 第二个十年结束之时 走到了尽头 1130年一开始 噩耗就从安条克公国传来 在上一任亲王罗杰死后 安条克在齐里奇亚的势力 已经十分衰弱 只能固守在沿海平原地区 而内陆地区 则被小亚米尼亚王国所侵占 年初 伯奇蒙德二世带着军队 进入齐里奇亚 想趁着小亚米尼亚国王 利奥一世新上位的机会 夺回自己的土地 利奥一世对于安条克出兵 大为震惊 立刻向北方实力强劲的 达尼什曼德救助 曾经敌对的双方 很快就联合在一起 达尼什曼德也派出了一支军队 援助亚米尼亚人 对此一无所知的伯奇蒙德 在二月带军沿着 塞伊汉河北上 结果倒霉地碰到了 亚米尼亚达尼什曼德联军 如果达尼什曼德人 能够认出这位年轻的亲王 伯奇蒙德可能不会死 因为俘获他更有价值 可惜 达尼什曼德人并不认识他 就和罗杰一样 薄西蒙德也被杀死在了战场之上 幸运的是 达尼什曼德和亚米尼亚人的合作 因为拜兰庭皇帝约翰二世 在小亚西亚的扩张而终止了 虽然 齐里奇亚最终落入了 小亚米尼亚王国之手 但是 对安条克共国的本体 并没有损害 薄西蒙德死时 他和爱丽丝仅仅有一个两岁的女儿 鲍德温二世 在听闻薄西蒙德的死讯后迅速被伤 再次设政安条克 但这也是鲍德温二世最后一次远逐了 长期的奔波劳累和巨大的压力 让他健康状况堪忧 此安条克返回后 这位国王便病倒了 在弥留之际 他为女婿傅瓦克和女儿梅利桑德 以及自己的孙子 一岁的小鲍德温 举行了加冕仪式 1131年8月21日 就在加冕仪式举行完不久 鲍德温二世便丧手缘缓了 而就在鲍德温去世的同时 他的表兄弟也是老友 埃德萨伯爵约瑟琳 因为围攻阿勒坡东北方向的一座小城堡时 意外受了重伤 生命垂危 恰逢此时 达尼什曼德南下进犯伯国领土 卧床不起的约瑟琳 命令自己的儿子小约瑟琳 带兵前去抵御 但小约瑟琳却认为 埃德萨兵力弱小 去了也没什么用 拒绝了父亲的指令 这把约瑟琳气得 他让人用担架抬着他赶赴战场 本就身体虚弱的他 更经不起一路颠簸 死在了争途中 随着鲍德温和约瑟琳的死 旧一代的十字军领导者全部离世 十字军国家的黄金时期也即将过去 接下来 新一代的领导者将会面临一个 前所未有的巨大威胁 而在菲尔州人这边 凑巧的是 就如同1118年一样 1131年9月 菲尔州苏丹 27岁的马哈默德也病逝了 他的儿子分年纪尚幼 不能执掌朝政 马哈默德的宰相 带着幼主投奔了皇叔桑加尔 自此 桑加尔成为了菲尔州帝国 唯一的苏丹 结束了国家长期以来分裂的局面 菲尔州帝国迎来了短暂的上升期 当然 好景不长 十年后 一场发生在东方的战争 打断了菲尔州帝国 中心的进城 加速器走向了末路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